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柔軟乾淨的床 搭配絕美窗景 出門旅行 如果能住進優質飯店 就能玩得更愜意 但過去通常都是 下午三點入住 中午十二點退房 現在卻陸續有旅宿 改成下午四點才開放入住 早上十一點就要退房 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太晚了 對 不划算 對 有時候我們的行程安排 可能下午三四點以後 就開始有活動了 如果四點再入住的話 我覺得下午的時間 就被犧牲掉了 包括臺北如希酒店 新北仗傑金玉京香酒店 還有高雄福華大飯店 都在去年更改 check-in和check-out時間 主因就是疫情趨緩後 國律需求大增 但旅宿業垂攻嚴重 為確保服務品質 才會予以調整 旅行社業者也分析 如果是有溫泉的度假式飯店 因為面積大 需要更多時間打掃 更可能得縮短住宿時間 而目前旅宿業人力缺口有多大 以花店來說 就缺了一千兩百人這麼多 其中西城缺的都是房務人員 經過統計呢 我們經常是一個職位 半年補不上人 因為缺工 導致民眾到了飯店 恐怕只能先寄放行李 無法先休息 或是使用飯店其他設施 旅客越租越短 這難題也需要旅宿業者 智慧解決 華視新聞黃澳天張婷 與簡紅旗張一鈞 台北花蓮採訪報導 旅客架